郭文貴議員 這麼快就總結了 關於拆完一碟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拆完一碟 我們討論拆完一碟的時間也有很多 我覺得拆完一碟是無雙大矮 也有幾大程度上是必要的 因為歷史的伸延討論就是在討論現實的事情 如果你不拆完一碟 其實你討論不到現實意義 只要每年都可以重複歷史或考據 很明顯我們四個人都在做拆完一碟的伸延討論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 看你拆完一碟的時候有沒有邏輯或論證 那關於愛國和民主的對立 其實就是 剛才我也說 有時愛一個民族和愛一個民主 通常在正常情況下都是沒有衝突的 因為你的民族就等於你的主權 這是19-20世紀到現在都是一個國際的典範 就是我們的主權是民族來的 那民族就是你愛它的時候 你自然會認同民族有權自由的民主 很順理成章 但是在中國和香港這個情況下就不再成立 原因就是 它首先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第二就是 它是不停用不同的方法去壓迫你 剝奪你的權益 有錢 由2008年到2017年都是沒有的 你這個普選 然後拿它的人 來很急速地溝淡 大家都知道溝淡這些事情 大人自己都說的 現在真的是他們這些叛徒自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說愛它的時候 那就是愛一個對你施暴的人 那其實這種愛是有損自己的利益 也有損自己的命運 所以很遺憾地 這個愛國也都愛民主 這個普世價值在香港是不成立的 因為我們的情況是極為特殊 中國這個政府和我們的體制不同 很多東西都不同的時候 我們愛一個那麼不同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很合理地 我們只會是有損自己的利益 甚至是價值而已 對不對 就是說 你愛民主 那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家長制 中國的很多東西 是不兼容的時候 我們選哪樣呢 這件事情大家要想 那六四他的教訓呢 就是說每年都會說的 或者我經常希望我們會想得到的就是 其實就是剛才說過湖南三君子 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的 我都是長大了 我自己看才知道的 原來六四 曾經都是有一些這麼 那麼先進 或者是想得那麼透的人 但是他們很可惜地 被學生捉了 我明白為什麼那些學生會捉了他們的 因為大家都很怕被這個政權認定你是謀反的 大家很想撇清關係 大家很想是 呃 呃 很想撇清關係 很想自暴家門 很想證明自己是清白 我是忠臣 我只是希望你改革 我不是想推翻你 在我們泛民主派裏面呢 在香港的從政者裏面呢 也都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都是守護一國兩制 無論是法官啦 政客啦 議員啦 我們都是想守護一國兩制 我不是想推翻中國 我不是想分裂中國 我是想有民主的遮感 其實六四的教訓就是跟我們說 就是無論 就算你自己捉了些人上去 去交給他處理 他最後都要開坦車來滾你的 香港人其實都沒有什麼大致 他都不會說到什麼分裂中國 但是他都是出雷彈 都是拿警棍拼你 都是亂拉你 是不是 其實那個教訓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黃子華 我記得黃子華在回歸之前 有一個很厲害的talk show 他裡面也說了一件事 其實那個talk show也很厲害 但是他裡面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問題不是你對中國有什麼意見 而是你夠膽對中國有意見 在他眼中已經是謀反的了 所以根本就不是我們支持民主還是獨立的問題 而是我們夠膽加一聲呢 在中國眼中都是大力不道的 他就不鎮壓你 只是他在計算他的數 鎮壓他能不能承受 或者他能不能承受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不要這麼多幻想 幾十歲的人不要這麼多幻想 幾十歲的人都 28年了 加上那些經歷過的人都五六十歲 都半條人命 我們是否撇清關係 我們是否自我克制 我們是否不要劫價這麼高 這樣就會得到我們的得其所哉呢 就不是 實際上 你想做一個民主派嗎 那你就有預備 被人當作獨派 將來的份子就是這樣 你說你自己是自決派嗎 你不是港獨 不過你都是被人當作獨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說穿了就是這樣 湖南那三個人 還有 在廣場上面 聲稱愛國的學生 其實他下場都是一樣的 就算你不給 你不給 那三個人不給人抓走 他留在廣場上面 之後都是給坦克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 積存自己的實力 或者我們盡量去 勾結或者聯絡 外國的 怎麼做都好 或者我們再反向 去勾結中國的維權 或者獨立人士都好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建基於我們對現實的認識 就是對於共產黨和中國 不只是反共 而是中國本身 我們不要再有任何一絲的期盼 認為自己可以取悅到他 就是半軍而半虎 你這一下令他開心 不知道下一刻 他是怎麼想的 那所以就算你是和不和平 什麼都好 我其實覺得 在我們自己怎麼想 其實沒有關係 現實就是 中國 就是怎麼都當你謀反 你夠膽有意見 你就是反對我 我們講幾多話都沒有用的 就是我們 就好像資源會幾年前 或者很多人 我們去跟他說 愛國的定義是什麼 愛國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不會夠他爭的 因為愛國的詮釋權 在大多數的中國人手上 而中國人在八九年之後 不要說中國人 就算是香港自己 為什麼民調說 五十歲或者六十歲的人 開始認為 其實六四都可以說一下 學生其實也有些做錯 為什麼這個修正主意會 蔓延呢 就是因為 愛國其實是在對方的手中 我們在別人的戰場上面 是沒有辦法打贏別人 那所以 在 愛國是絕對不適合 我們去爭取自己的利益 那 所以我覺得 歷史的教訓就是 我們 會不會再重複當日的錯誤呢 明明見到 共產黨又屠城 又搞這樣搞那樣 我們都是繼續 要咬緊牙關 要起刑回歸 然後 希望 就是中國 去 上手承諾 這樣 共產黨會不會守藥呢 這些事情 歷史 一次一次證明了 所以 我們現在 的 反對派 或者是 支持民主的人 你沒有辦法排拒 香港獨立 或者是 香港自決 你怎麼說都好 你沒有辦法排拒 這件事 因為 你不去說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等於你是 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大家還去遵從 基本法 中國的憲法 其實就等同當年 我們現在經常在罵那些 上一代 為什麼你看到中國這樣做 你都不去 反台 例如三霸 或者是 去 反對呢 為什麼大家還要 死守在中國人的宿命 裡面呢 其實 如果我們現在 不再去改變自己 其實我們和我們在罵的人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說 我們繼續 是 愛國不愛黨 繼續 守會一國兩制 認為這樣 就不會過界 共產黨就不會搞我們 那些 所以 我們 不能改變自己 就對不起 歷史上所有的人 如果我們聲稱自己 重視 或者是 得到了教訓 就是我們 沒有辦法轉化現在的自己 尤其現在 所謂的民主運動 本土運動 反對運動 這麼低迷 有些人會覺得很低迷 如果我們低迷下去 我們只會攬炒 我們不想和過去一起攬炒 我們希望是 令到自己 對得住過去的人 也對得住犯過錯的人 所以我們其實是 要重新把所有東西 插入一碟 其實插入一碟真的有意思 因為 從六四轉化到 香港人 不再相信中國 其實 那就是插入一碟 但是 插入一碟才有新的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 資源會 或者詳細歷史 我不想糾纏太多 但是我覺得 大家最重要 就是看看自己 現在的生活 現在你支持些什麼人 你的錢怎麼花 或者你怎麼跟你身邊的人去溝通 每一刻 每一刻其實你都可以 去 對得住自己 也都對著別人 對得住你曾經在旺角 你曾經在金鐘 或者你曾經 八九年的時候出來 這樣 如果我們只是說 我們就去悼念 然後 但是平時我們就 不停地討好 不停地去 去修正 跟中國 希望講數 又抱著這個幻想 其實我們是精神分裂的 為什麼越來越少人去呢 就是因為 或者 開始有些人覺得 好像不太妥 但是大家也想不出 為什麼不妥 就是因為大家其實發現 我們是精神分裂的 現實政治上面 我們不停地去賣港 在道德政治上面 我們不停地去 說回二十八年前 我 希望 就是二十八年之後 大家可以有些實際的 進程 或者是 教訓 就是 就不是希望 只是停留在 很泛道德的討論層次 就是 策略上的層次 那怎麼可以說 是炒一碟呢 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伸展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是 希望大家是 平時 不需要 講到六四的 其實 我們不用講到六四 或者講到很實際的東西 你怎麼在香港做人 做香港人 你怎麼追求自己的自由 其實這些 你做到的 那你就對得住 你口中的 上一代 對不對 不一定說 他是中國人 或者是香港人 就算是 其他國家 南韓 台灣 東歐 那些人 我們說的時候 不只是說 希望有些東西可以學到 或者 在這麼低潮的時候 可以有些反思 或者是 重新給自己能量 所以我覺得是 所以 所以我最後也希望 希望學生可以繼續 學界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們不用選舉 你們不會被DQ 你想做就做 你可以繼續跟這個支援會打對台 我覺得這樣可以促進大家的量術和想法 不要那麼單向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做下去 之後的學生會 就是這樣